公元1630年 明朝崇祯皇帝下令 将元寄辽都师兵部尚书 元崇焕 凌迟处死 北京城百姓为官元崇焕 被千刀万剐 大骂卖国贼 正食其肉 十四年后 崇祯皇帝上吊于眉山 清军入山海关 占领北京 从此奴役天下二百余年 此后数百年来 关于元崇焕这个 明末人物的功过是非 众说纷纭 争论不休 但大体皆认为 明朝灭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元崇焕却是个关键人物 一派认为 元崇焕是足以抵抗 满清入侵的国家栋梁 晴天一祝 崇祯皇帝杀他是自毁长城 就如南宋赵构杀害岳飞一般 导致了明朝最终灭亡 另一派则认为 元崇焕的战功 全系夸大吹牛 眼败为胜 他善杀大将毛文龙 又与满清 撕下一河 被处死是罪有应得 也正是他的欺君误国 导致了明朝最终灭亡 究竟此人是功臣 还是罪魁 相信正反两方面的观点 对明末这段中华 痛时有兴趣的朋友 也看过不少 如今且谈谈 小编的一孔之剑 明朝末年 建州女真首领 努尔哈赤 起兵叛明建立后 金汉国 萨尔虎之战 广宁之战 辽沈之战 连战连结 前后横扫 几十万明军 席卷辽东七十余城 偏偏在宁远城下吃饼 受阻于当时一个无名小卒 大明宁前到元崇焕 宁远之战 元崇焕 但平坚成立炮 已不足二万明军 击退努尔哈赤 亲帅的八旗精兵五六万人轻功 杀上数千人 让此前数十年军事生涯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愤闷退兵 回去数月后即死 所以当时举国大喜 上下齐吹元崇焕 把元崇焕包装成大明朝新出炉的名将 军神实在太过正常 天启皇帝特下诏书 赞扬虽未进歼努然 以守措凶风 似此中劳震新家月 宁远已孤城固守 击退大鲁 绝功可嘉 将元崇焕 着身为辽东巡抚 从此进入封疆大力之力 而当时明朝一方大造声势 说一炮弥烂千里 轰死鲁球 努尔哈赤云云 如当时的平辽总兵毛文龙 就首先通过登来巡抚礼松上奏 称听闻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负伤 其实这也是上下新兆不宣的官方版本吹牛 以此提高军心士气 振奋百姓民心的手段 实无足深究 其后的宁锦之战 新任后金大汉皇太极 率领八旗军主力全员出动 加上部分蒙古仆从军全力轻功 元崇焕指挥数万官宁明军苦战二十余日 灵达鲁中无计可施 在最后的宁远城决战中 面对皇太极亲领的数万八旗主力 元崇焕聚首堡垒 满贵一万援军列阵城外 与敌军短兵相接 奋力厮杀 在炮火支援下大败敌军 打死打伤八旗军个数千人 皇太极败退后转攻锦州 又被守将赵律 较以红一大炮还击 再折兵数千人被迫撤军 此战努尔哈赤之职 贝勒基尔哈朗之孙贝勒撒哈连和贝勒瓦克达赴商 后今宗室觉罗拜山战死 天启皇帝大喜过望 下旨圣赞内阵文武将士陆力冲锋 绿措狂分 一月三节 京师的魏忠贤及其党羽 人人以此战之功 得以加官进爵 殷习子孙不下百人 九千岁的丛孙还在吃奶 竟也因此推恩得了个伯爵 而战役指挥官 元崇焕为了能够在燕党大盛 东林残败的朝堂立足 继续自己的首辽事业 虽然竭力奉迎燕党 在辽东给九千岁修生辞 在暴劫奏折里 称颂天启皇帝忠兴之伪劣 师出以律 称颂为忠贤公在设计帷幄加摩 在他们英明指挥下 方取得了成数十年未有之武功 可他既是东林党大员孙成宗孙革部所提拔 因此也被视为东林党的外围人员 因此依旧不得为忠贤一党信任 谨升一级 开缺免官 平心而论 袁崇焕其实在宁远宁这两战 并没有真正表现出 如韩信白起那般历史顶级名将的军事水主 如宁远敖战时 没有发兵就绝华之徒 令该岛军民伤亡待机 却是一大缺憾 一因毛文龙步出兵满清后方牵制 方得解围 但面对努尔哈赤和皇太极 这对此时东亚最强的父子当名将 惶惶一个上亿人口的大明朝 竟已经没有人能比袁崇焕守得更好 从努尔哈赤起兵 一直到多尔滚入关 势如破竹打下南京 近三十年时间 大明官军对满清及其前身后金的战绩 有超过袁崇焕指挥的宁远宁锦广渠门这三战的吗 仅能与之一提的 也只有孙承宗之尊勇大杰 但孙革不长于战略 却不长于战术 先败于柳河 负起后再败于大灵河 这点就不及袁崇焕了 袁崇焕继承发扬了孙承宗的撩人守撩土 撩人养撩土 且住且屯 修守修备 逐步推进战略思想 更进一步 一边坚持以撩人就地屯田养兵 一边坚蔽清野 多倍火器 聚守兼程 依靠先进的红仪大炮 扬己之长 臂己之短 尽可能降低了后今八旗军兵勇降消 善于速战的长处 因此让野战能力较之后 金蝉弱的明军得以一转 此前数年颓势 以若克强 这两场战役中 满贵和赵绿教等将军身先士卒 奋勇争先 固然鞠躬至尾 但袁崇幻既是前敌主将 既单其责 自领其功 依如曹操赤壁败祭 本因黄盖乍降于火攻 为何后世接云周郎赤壁 而非皇宫赤壁 该因均有 是有主从而 因此评价袁崇幻 必须承认他 确实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已经具备了一个 优秀战役指挥官的水准 足以进入中华历代名将之林 绝不可仅以书生大言谈兵世之 如果不是袁崇幻于辽东 溃败不可收拾之际 城市而起风云际会 有宁远宁尽两场 大姐打出来的东鲁克星 光环加深 北大明举国上下 视为错奴求退红太 以一己之力挽 狂澜于祭岛 立权官宁防县 不失的晴天洞梁 崇真帝又怎么可能 一度将他视为护国注实 而为以重任 哪怕越权善杀镇帅 这种事都强忍下来 替他追认合法了 从古到今 许多人都完全不会两分法看人 如果认定某人无能有罪 那他就亦无视出 甚至是个汉奸 而被该汉奸 杀害的就必是足可挽救 国家威王的忠臣 类似论调 在明末时评中 出现并不奇怪 而到二十一世纪 还拿真相未明时的评论 来当论据 就不免失之偏颇了 袁崇幻在崇真朝复出 都市辽东之后 刚愎自用 越权善杀毛文龙 实为大错 他平台赵队 对崇真帝豪言 五年评聊 却让清军前师 至北京城下 作为方面负责大员 责任义无可推脱 可若定要说 袁崇幻是有意卖国 放着扶元广阔黄黄 天朝的极品大员不作 一心投此时 极其贫困落后的 后金为汉奸云云 实在有侮辱 人类基本智商之嫌 若说袁崇幻是故意纵清兵 入关威吓崇真帝 逼明朝和后金义 达成城下之盟 才放开自己的房区云云 更是完全不懂 大明官场基本法则 这是把皇帝和满朝文武 天下世子都当弱智耍吗 那本身岂不是异想天开的弱智家三级 袁崇幻是在大明官场 历练多年的老江湖 又不是刚出道的中二愣头青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让鲁冰冰临京师的严重性 须知道 哪怕秦桧能勾结物术 威吓赵构 促成宋金合议 最基本前提 他也不是大军统帅 怀惜更不是秦桧要负责的房区 至于说满清修 明史包扬了袁崇幻 认为其死的冤枉 所以袁崇幻就肯定误国 卖国云云 更是幼稚之极的小学生思维 满清修明史 和清国史 还大骂吴三贵 是叛臣 红城仇视二臣 按此满清包扬的 我们就要反对的 逻辑逻辑 莫非这些真汉奸 反而是好人 满清修明史里 还吹嘘朱元璋至龙唐宋 吹嘘朱蒂远迈汉唐 顺便把明朝人计数的明初大军 图成略民 静南时惨虐忠臣的事迹 彤彤省略 把他们朝前古圣军的方向去美化 甚至连明英宗朱祁镇 这个丧尸辱国 杀害忠良的昏君 也被美化成 无甚败争 对崇祯帝的美化更无以复加 种种施政都成了群臣勿国勿军 亡国责任 时程推卸掉了九成 这些当然不是因为满清皇帝是明粉 明朝皇帝粉 而都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 强化其极权政治的需要 所以美化前朝皇帝便是倡导军权神圣无上 君主臣奴不可动摇 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愚民 以长久奴役广大汉人 因此不只是袁崇幻 诸如抗清殉国或被冤杀的众多明末英雄之士 如雄廷帝孙成宗 卢相声 史可法 郑成功等 大都被满清表彰为中军孝主之士 其目的同样也是将封建君臣之意 去取代抗汝为国的民族精神 中军思想本是被满清大力弘扬的 华下一敌之别 才是满清真正惧怕了二百余年而竭力抹杀的 满清乾隆帝发明出一个黄太极用太监施反监计 当然是借袁崇幻一案来黑崇真帝 但袁崇幻最早是被南明宏光皇帝和永利皇帝平反的 并及与世号相敏 根本不是满清 至于一扯到元崇幻问题 就不信明朝史料 也不信立场偏向明朝的近现代史家 只相信满清一方史料的那些网络论者 他们的立场和目的本身就极可疑 如元崇幻善杀毛文龙肯定是一大过错 但东江镇最后失陷 已经是毛文龙被杀十一年后的事了 孔友德耿仲明四年后投青 是因为登来兵变 在山东造反失败 尚可喜六年后投青 是看到了孔 耿二人受到满清优厚待遇 现代的上家后人竭力为尚可喜翻案 把这个屠杀 七十万广州民众的恶魔 吹嘘成所谓大清忠臣 为他建造金碧辉煌的纪念馆 自然也能雇佣一些网络历史发明家 把东江施县三顺王投青的责任 全推卸给元崇幻 好为其汉奸先祖的卖国求荣喜白 论证元崇幻不是千古完人 不是明墨岳飞 破除对他过度的吹嘘夸大 很正常 批判元崇幻因其刚愎自用和能力有限 导致的种种错误 造成对国事的危害也没有问题 至于有些论者为了反元重唤 不惜连天起地 崇祯第二位皇帝皆一致褒扬的 明朝政府官方权威史书 明实录一致认可的 宁远宁二战大劫和后来的广渠门之战 也要否定 强行引用满清方面闻过是非 夸大战国掩盖损失的那些篡改史料 如满文老荡清实录来论证其子虚乌有 实为败仗云云 要么是反元反道走火入魔 其论已是已不知一审 要么就实在怀疑此类交往过正言辞的本心 是不是假借黑元重唤为名 给满清涂脂抹粉歌功颂德 才一定要抹黑明末辽东战场这仅有的几场胜利 以便将八旗军吹嘘成战无不胜功无不取的神话铁军 宁远之战后皇上身家轻也兼臂之伪伐筹 而顾免施凉气导致深求策利于后 可见天启皇帝虽被满清黑城文盲和木匠 可他的判断能力和眼光都远远强于今天这些网络键盘历史家 明末辽东失败的根本原因则是当时的大明朝面上光鲜 二百多年积累的体质弊病早已击中难返 王朝末迹人口激增土地兼并严重 一边是钱财集中于权贵巨势 一边是腐朽的国家机器根本收不上税 国家财政窘迫 此外又恰逢全球化进程的大航海时代和外国交流空前密切的晚明大变局 可以说朱元璋朱地基于小农经济设计的政治体制 已经完全跟不上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的生产力水平了 因此大明江山设计若想要继续延续 也非得动一番犹如再造新朝的大手术不可 如光武帝之剑五中兴那样 并不是和张居正那样在体制内修修补补补 或是出个如七纪光七少宝般的忠臣良将 就足以救国安民历晚天清的大明体制之病 一入膏肓又恰逢天灾贫发的小冰河期 十非一重真地诸油简可救 非一元重唤可救 亦非一毛文龙可救 当一个人困于密室 缺食少水宾死之际 若突然见阵之在前 隐之可言半日性命 只怕没有人能忍下不喝 半日后的生死就留到半日后再去操心 便是果真独发身死 好歹也多赚了半日活命 这就是饮阵止渴的道理 生死关头危及时刻 就是圣人贤者也只能顾及眼前 万难求得长远 沙场用兵不比寻常 战机变化稍纵即逝 今日难之明日是 一将功成万古枯 万难深思熟虑求得周全 尝试进退皆为错 取舍都成罪 原重唤气绝华而全宁远 坚守而不就锦州 四君良于蒙鲁 清兵越境时尾随之而战于燕京 其中原因皆非在私心而在取舍 皆非在中间而在对错 在轻重缓急 原重唤最大缺陷 是本身能力不足 全方位不敌黄太极 这个当时东亚 无人能及的不是枭雄 因此在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 皆可说被黄太极玩弄于鼓掌间 如他自言的奴子忘心娇气 何所不成 柱柱皆狠 他确实绝非如后世许多人过高期望的那般 是徐达七纪光那样的大明君神转世 足可一己之力去挽救国家威王 但若定要说因为清军兵临北京 都帅便当以七军 悟国罪凌迟处死 因此原重唤备千刀万寡 是罪有应得云云 则不免把大明朝当作了一个如大秦帝国那般的古典军国主义法家政权 也不必说别人 单单就说崇祯帝的先祖 所谓的大明 英宗瑞皇帝朱祁针不但土木堡之战丧失辱国 葬送几十万大军当了俘虏后 因为贪生怕死 给瓦拉军带路教门 进攻大明的关爱和城池 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民族气节 如此一个真正的卖国汉奸 为何非但不用去死 竟还能厚着脸皮复辟 竟还能杀害 护国忠臣于谦于少保 而其子子孙孙 竟还能均临天下百余年 至于君权至高无上 欺君便是该死云云 这等鬼话 朝中保时终日的大臣 书院读傻了书的 俘虏说说便也罢了 无论古今的生斗不依小民 本当吃之以鼻 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此论只不过是满清专制统治 近三百年 通过戏剧画本小说 竭力鼓吹的那套 以致代替了华夏原有君臣之道 君不君 则臣不臣 君是臣如草芥 则臣义士君如囚寇 这才是真正的华夏士风 义士从先秦至宋明 屡经专制君主打压 而坚韧不拔的华夏道统 世人风 我华夏闻名 汉家法度 像以春秋绝育 论心不论机 至善而为于法者免 至恶而何于法者诸 更通俗的话 有心为善 虽善不赏 无心为恶 虽恶不乏 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 优良传统如是 当时知识认识的方面大员 夸大其词 以增强皇帝与朝野信心 元属寻常知识 毛文龙曾上奏 二年之间 有不平辽灭奴 负三寒之就业 甘志期君狂上知罪 孙承宗一云 只记及五年间 究竟何如 唐臣言不当 立赤臣已定大计 无于回不绝 使全取宝 妻子之臣 复合众讳 以杀臣一身 而勿天下也 后来杨四昌讨 刘民君 孙传廷战离闯时的 夸口大言 更是不用提了 是以元重患 五年平辽之言 不过与之类似 从另一方面 夸口起码说明这些 能臣甘力敢于认识 为迎合帝王 和朝野的好大喜功 或说阴阴期望 才不得不吹 若黄道周 刘宗周那种 当世大如 道是不吹 用这样的牛皮 以理性为干戈 依死报君王 全自家气节变了 更何况 元重患当真得到 他所要求的 五年时间了吗 做大事有波折 有艰险 本属寻常 可从皇帝到内阁 在后金军入扣后 便急于找一个大元背锅 以平息惊师重怒 只顾当下 又何计长远 在清军还在城外 便先捉 守军主帅下狱 时机选择 更错的离谱 关宁军不顾而去 直接打脸 原本辽阵军伐化的趋势 上下彼此心照不宣 一下子直接揭穿 这层纸窗户 反而令皇权威信大损 实为得不偿失 祖大寿 自此以后的行径 论拔护不尘 何止十倍于元重唤 而明廷 对他已经无可奈何 哪怕他善杀同为 从一品大元的何可刚 更是其肉 伪降皇太极 之后 还得继续用他主事 直到松锦大战 若一直有个虽然胆大 终究是尽是文官底子的元重唤 做缓冲或说中间人 又何止于另一群丘八 藐视鸣亭至此 元重唤善杀 毛文龙已是大错 而崇祯帝又杀元重唤 则是错上加错 仅有的几个敢于认识的人才 都因内耗而无意义消耗了 突然令亲者痛而愁者快 看看元重唤死后的大明朝 清军几次入关超略华北各省 如入无人之境掠走人畜上百万 亲王郡王总督巡抚的脑袋 被当西瓜牌头砍 回家前还送上朱冠免送的牌子 除了卢相声举五千天 雄军与之死战殉国外 竟再也没有一支敢与之野战的明军部队 而卢相声巨鹿死战前 赤阳四昌云长安口舌如风 倘唯为为从意 元重唤之或立之 正因为他代孝从军 不愿落得如元重唤一般身败名裂 死后背负污名的结局 才宁可去以寡击中 以死明治 而明朝也因此失去了一个 才兼文武品行高洁的得力将才 足见元重唤一案影响之深远 元重唤赴君王不曾赴设计 赴袍泽不曾赴本心 一战胜于宁远 二战胜于宁锦 三战胜于广渠门下 聚首孤城 决死拼杀 连克满清达鲁 一桩桩功绩不可抹杀 他好度弄险 胆大妄为 逞强跋扈 排斥一己 却同时也坚韧不拔 致死心怀天下 虽不完美 终究是侠不掩瑜 汉家好汉 铁血中魂 过往抗击达鲁 保卫国家之先烈 一宗崇祯皇帝也好 元重唤 毛文龙 卢相声 满规 赵绿教 皆已亡以 他们的是非功过 又岂是我被太平盛世 作而论道之人可妄议的 纵变得天花乱坠 于是者又能如何 愿我中华儿女 团结其心 不再就过往之事 相互公结 继承他们为国家为苍生 而不惜牺牲自身的 优秀品格 才算是论史 可以明智的初衷 优秀品格